这只怀孕的狗狗肚子越来越大 大家猜测它可能是快要生了 但就是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附近的一些好心人 为了狗狗能生下白白胖胖的孩子 经常来照顾狗狗 并且给它带来食物 但是它不让人触摸它的肚子 摸它的头还是可以的 无家可归的它 每天吃完东西 就在这附近等待主人 从不离去 与狗狗比较亲近的小姐姐那里了解到 狗狗除了四处流浪 这只狗狗每天都会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 来到一个居民小区的停车场 安静地独自等待着 好像是回到了家一样 在那里 我们询问了附近的居民 但还是没有人知道狗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也找不到它的主人 为了可以让狗狗安心地生下孩子 人们在四处打听它的主人 从一位知情人那里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狗狗和曾经住在这里的主人 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后来这里的房屋建筑被拆除搬迁了 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停车场 而主人搬走的时候 行李已经装满了 就把狗狗抛弃了 可怜的狗狗并不知道这一切 更不知道为什么主人将自己遗弃 在发现找不到主人后 就这样乖乖地在原地等待主人回来 而这一等就是五年 但狗狗五年以来吃了很多苦头 狗狗依然认定了这里是他和主人的家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大家发现狗狗的肚子越来越大 却并没有生产的迹象 眼看着狗狗一天也比一天虚弱 好心的小姐姐担心 她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带她去了医院 来到医院后经过仔细检查 最让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原来狗狗并没有怀孕 巨大的肚子是因为她患了恶性肿瘤 因为这个肿瘤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 现在已经恶化了 医生说 狗狗所生的时间也并不多了 她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 知道真相后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震惊 经常照顾她的好心人 更是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无法想象这段时间里 原来狗狗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他们还以为是怀孕了 每天给带狗狗带来各种营养的食物 难怪会越来越虚弱 但就算是这样 她还是始终等待着主人 也依然坚信主人能够回来 毕竟这里有他们共同的回忆 医生最后建议给狗狗安乐死 来结束她的痛苦 小姐姐和阿姨不舍得让狗狗 就这样带着遗憾地走 希望医生能再抢救一下 但是医生说 你们能看红色的地方都是肿瘤 已经恶化了 整个内脏洞手术 已经无法给她带来治愈 如果不给狗狗安乐死 狗狗每天都会痛苦万分 小姐姐和阿姨最后伤心地哭泣 同意了医生的建议 狗狗这一生都是不幸的 希望大家看完后点赞 转发出去 让她的主人能看到 你抛弃的不是狗狗 而是一份真诚的爱 也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抛弃他们了